我美術館開幕不久的時候 他就來看我 你知道看我的時候他怎麼講呢 笑而已就笑而已 藝術雕刻家朱鳴 跟認識三十幾年編舞家林懷鳴 站在台上逗得大家風堂大笑 可惜往後再也無法看到 朱鳴23號精喘家中世事 老婆告訴我好幾次 不可以找我 我退休了啦 還在做 一直家好像沒有人退休 曾說過這輩子不會退休 但近70年的雕刻生涯 還是劃下句點 根據了解 朱鳴22號晚間8點多 吃完晚餐就向妻子表示 要上樓做運動 只是過了一個小時都沒有下樓 等到妻子上樓查看 才發現朱鳴已經身亡 趕緊通知女兒回家處理 家人向警方表示 朱鳴年紀大 心情較不穩定 都有在就醫 沒想到卻發生憾事 目前遺體送往第二殯儀館 由家屬處理後事 朱鳴文教基金會也發出聲明 感謝海內外各界人士 本會將持續秉持朱鳴 推廣藝術教育的精神 朱鳴身為台灣當代美術界代表之一 影響最深刻的就是自己的母親 在設立的美術館 也有以媽媽為名的園區還有橋樑 這回85歲的朱鳴在母親節前夕 離開人間與媽媽相聚 國家瑰寶殞落也讓外界相當不捨 朱鳴新聞這有母親 李魯台北採訪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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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